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紹一下好了 矩心破導內 它的衰減還是分成兩種 一個就是 借電子會耗損 會衰減 一個就是導體壁不是理想導體 它也會衰減 對不對 我們先看這個 導體內耗損介質所產生的衰減 那耗損介質所產生的衰減 通常我們 都是用γ來算 γ等於這個 然後 它這個裡頭的 Y 要用YD來算 因為YD就是說 你這個介電子裡頭的 裡頭的這個 Y 把這個帶進去 把這個帶進去以後 我們就可以解出 這個當中 仔細看我們的 講義就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解得像這個樣子 這個 這個其實跟什麼一樣呢 跟平行板波導的衰減常數是一樣 這個跟平行板的衰減 平行板當中的界電子的衰減常數是一樣 當然它適中 數字裡面 Sigma 要用這個 因為它現在裡頭有雜質 有雜質 ETA要用這個 FC就是它的結子頻率 它的特性就是說 它的特性就是說 F 當F等於C的時候呢 AlphaD是等於 無窮大 看到沒有 這個 這個等於C的時候 1-1就是0了 AlphaD 就是無窮大 當它變成無窮大的時候 它就變成這個值 1-2 它的無窮大這項就沒有了 2-2 這是它的衰減常數的特性 好 那麼耗損波導幣產生的衰減常數呢 一向都是用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是在我們講 傳輸線的時候用的 傳輸線的時候導出來的 我們現在用這個東西 你要算這個跟這個 我們很麻煩 必須要把這些component T1-0 T1-10的這個 全部都寫出來 因為它這個立體 它只告訴我們求這個 它不是全部 不是一個general form 這個模式的 OK 好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 要求這個 Average Power Density 然後一步一步的 然後求這個 這個求出來以後 求這個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然後還要求這個導體B上面的 電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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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來求PL PL用這個式子 用這個值算出來 PL算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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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我們再 把這個值跟這個值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去 最後得的是什麼 這麼一個麻煩的式子 這就是 T1-0的 Alpha-C 它的導體B的 推減場所 OK 那麼 我們現在看 TM-1-1 mode 就按照這個同樣的順序 TM-1-1 mode 跟這個 跟這個 T1-1-0 mode 同樣的順序 可以算出它是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很麻煩 那我們 這個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 仔細的要看這個推導 各位可以去看講義就好 這個式子沒有人去擠它 我們要用的時候 再去 這個式子也一樣 再去 翻這個資料就好 所以 有耗損介質產生的 摘檢常數 那就是 這個 耗損常數都一樣 我們導出來是這個 然後那個 Alpha-C 這個是我 一個總整理 上面就不需要這個 然後我們 把它畫成曲線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的曲線 這個是一個例子 A等於2.29cm B等於1.02cm 當中充填的是空氣 它的 金屬 周圍的金屬是鋼製的 OK 那麼它跟 T110mode 的Alpha-C 跟Tm11 的Alpha-C 我們畫出來 是這個樣子的 是這個樣子的 OK 摘檢 摘檢常數 我們就 簡單介紹到這裡 就好 那現在我們就看這個 立體 有一個 10GHz的波 傳播在 青銅字的 矩形波道內 青銅字的 規格是 A 1.5cm B 0.6cm 那 充填的介質呢 是鋼製 它的參數是這個樣子 Y2.25 耗損正切是這個 所以它是一個 耗損接點值 現在要求向長數 坡道的坡長 像素 跟坡主抗 有耗損介質 產生的 衰減常數 Alpha-D 及耗損 坡道B 產生的衰減常數 Alpha-C 好 那麼我們 首先看 如果不是在坡道裡面 在無邊界的這個 聚乙烯 這個介質中 它的 頻率坡 它的頻率 它的坡長 就是說它的頻率 是十個歐姆 我這個大概寫錯了 頻率 是十 這個歐姆 這個坡長是 後面這個 多餘的字 頻率 為這個 這個幾個不要 然後 T 10 10坡 的坡長 是等於 那我們知道 那我們知道 Velocity 它 這個 Velocity 是這個 這是真空的 這個是真空的 波長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本來是 Mu0 這裡還有個 Epsilon 就是 Mu 跟Epsilon Mu跟Epsilon Mu0 跟Epsilon Zero 開根號 就變成 C 就寫在上面 這個就是 這個 介質的 F F 是這個 然後 這個 這個 2.25 帶進去 那麼 我們可以求出來 最後 它是在 0.02公尺 裡頭的坡長 是 0.02公尺 無邊界 我們還沒有講到 這個 坡 坡道裡面 T10坡的 接字頻率 我們算出來 是這個 我們就用這個 四子算 等於這個 好 向常數 向常數 是這個 這個都要 就是說 你常用才記得出來 你不常用的話 就記不住 所以這個 還是要 CD還是要做一下 然後呢 這個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這就是它的 坡的 坡數的 坡數的 倒數 把這個 倒出來呢 它最後是多少呢 74.5pi 或者是 234個 radians per second 這個 這個是 它的 向常數 向常數 坡島的坡長 這個是 那你把這個 算出來的 帶進去 然後這個 fc 或是 f f 我們已經知道了 f 已經知道了 fc 是這個 那麼 我們的f 是10Ghz 10Ghz 10Ghz 月掉了 就變成 最後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算出來是這個 像素 這就是代公式 這是代公式 一減這個 就是這個值 這個 這個值 帶進去 就變成這樣子 波主抗 這也是代公式 我們都算出來了 你把這些值 帶進去 337.4 耗損界電值 產生的 衰減常數 那我們剛剛 剛剛有講過 就是這個東西 那麼低 然後把 這個等於 4乘10的四次方 把這個 從這個式子裡頭 把這個求出來 因為它有告訴你耗損正切 所以 sigma 求出來以後呢 帶到四次裡面去 我們就得到 得到 這個值 這是用nepper per meter算 然後我們把它化成 db per meter 你就要乘上一個這個 這個因素 要稍微記一下 耗損波導臂 產生的常數 衰減常數 用這個式子算 這個式子裡頭有rs rs呢 這個在我們 傳輸線裡面講的 用這個式子 算出來是這個 帶到這個裡頭去 alpha c 就是 0.526db per meter 好 那麼以上就是 介紹的 平行板波導 接著我們就要看 矩形的 共振 空槍 或者叫 斜鎮槍 矩形的斜鎮槍 好 那麼 斜鎮槍 為什麼 它 要用到斜鎮槍呢 這裡有講大的理由 就是 UHF 這個波段 你更高波段的時候 這個傳輸線 上面的幾種電路元件 你要做起來像我們一個電阻 或者一個電容器 或者是電感器 很難做 它是分佈在整個的電線上面 然後它 產生的電磁場 會影響到 它的周遭 就是說 因為它的電路大小規格 與硬座的波長 差不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會 成為高效率的電波發射器 干涉到其他的元件或者系統 你周圍還有其他的東西在的話 它會干涉到 所以 為了要 在UHF 及更高頻率時 提供共振電路 共振電路就是它那個 很強啊 你 你這個波不能夠耗損 耗損的話 就是不能夠累積起來 所以我們要尋求一個 周圍被導體牆圍住的封閉區域 這個就是所謂的空腔 將電波就局限在這個空 這個區域當中 那麼 它可以 這個 這個 這個區域要夠大 夠大 可以 可為電流的流動提供足夠大的面積 而消除輻射 跟高電阻的效應 像這樣一個封閉的區域啊 它就 就產生一組自然頻率 很高 以及 它的 Q值很高 這一個 一個區域 這個就叫做 共振空腔 或者叫斜振腔 那麼這個構造就是像這樣子的 以前我們講的平行板坡島 它這個前後 都沒有金屬板 這後面是延伸到無限遠 延伸到相當遠 那現在我們把前面後面 相距低的地方 用兩塊 同樣的這個金屬板 把它圍起來 這就變成一個 斜振腔 這叫 矩形斜振腔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 就是說你 你這裡頭要 要產生某一個模式的 坡 的共振的話 你一定要有坡輸入 這個坡的輸入可以藉著探針 的激發 或者是藉著這個loop 環路 探針激發就是它產生電場 loop就是產生H場 激發 把這兩個放在適當的位置 就讓這裡頭 產生電場或者磁場 那麼它就會產生共振 那麼這個規格 你看我們這裡還是一樣 X用A Y這個高度用B Z呢 我們用D 用D 然後在這個共振腔裡面 它也有TN波跟T1波 然而 什麼是T1波 什麼是TN波 要看你這個 坐標怎麼定 坐標怎麼定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 這邊是Y Y這個高度是B 這邊是X 這邊是Z D這一邊是Z 這麼定 那麼我們就假設 假設說 比如說你在TN波 或者T1波 是從Z方向傳播 是從Z方向傳播的 從Z方向傳播 其實啊 你可以看成它有一種波是怎麼傳 是這樣子傳播 對不對 這樣傳播 也可以看成是 上底到 下底到上底這個方向傳播 都可以啊 所以說 它這個T1波跟TN波 要看你是怎麼定義它 怎麼定義它 這就是說它傳播是 跟這個有關係啦 中向 我們現在假 假對 我們像 我們例如 相對Z軸的T1波 就是說 假設 這個波 是從Z軸傳播 行進波 從Z軸傳播 在矩形波道裡面 是從Z軸傳播的T1波 那它裡面構成了 一個共振 的波型 但是 這種波呢 你也可以假設它是對Y軸傳播的 這個時候對Y軸來講 它就不是T1波 它是TM波 所以 這個要很講究 你到底 你的 軸是怎麼取 坐標怎麼取 好 現在我們選擇 Z軸為傳播方向的時候 我們選擇 Z軸為傳播方向 或者Z等於0 跟Z等於D的兩端導體壁 往復的反射 而形成鑄波 就是說 我們原來有這個 矩形坡倒的坡 矩形坡倒的坡 它在這個XY方向 XY方向 本來就是一個鑄坡 不過它行進坡是 操作Z方向的 現在我們把Z方向也把它讀起來 用兩個導體板把它讀起來 那麼空箱內的T1波跟TN波呢 我們現在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定義的 這個坡是這個定義喔 所以別人的 比如說你看別的書 它不是這個定義的話 它的T1波跟TN波 就跟我們不一樣 那你就要判斷一下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好 它的下標 是用這個 MNP 本來在平行板坡倒裡面 是用TMMN 或者TEMN 現在我們用TEMNP 或者TMMNP 作為下標 作為下標 OK 好 現在我們首先看 在我們這個定義之下 TMMNP模式 好 我們就從長方形坡倒裡面 因為它TM模式 它只有電廠有Z分量 所以我們就把 電廠裡面的Z分量 找出來 Z分量 我們假設 朝正Z方向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 你這邊是Z等於0 這邊Z等於D 它波在這個地方傳播了 本來我們的EZ 就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地方呢 Z Z是用這個 因子來 來表示 那現在我們知道 在這個方向的波呢 你遇到邊界以後會反射 你向正Z方向傳播的波 碰到這個 在Z等於D的地方 它就反射回來 所以在裡面有 有向正Z方向傳播的 有向負Z方向傳播的 本來在常觀性波澡裡面 都有一個這個東西 都有一項這樣 那現在這一項呢 因為它兩邊都 Z的兩邊堵起來了 於是我們說它就形成 單色 就構成一個合成波 就是這個 加上這個合成波 合成波到底是什麼 在這裡我們是假設 E0 plus跟E0 minus 就是說 正方向傳播的 政府 跟朝負方向傳播的政府 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那麼我們現在 就是說你到底這個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什麼 那麼它必須要配合邊界條件 邊界條件是什麼呢 現在的邊界是 Z等於0的這個導體板表面 跟Z等於低的導體板表面 Z等於0 Z等於低 這是朝這個方向的分量 這個方向分量 所以跟這個是垂直的 切線分量 導體表面切線分量一定等於0 等於0 切線分量等於0 但是我們這個呢 它是垂直分量啊 垂直分量呢 我們就要知道它垂直分量有最大值 什麼叫垂直分量有最大值呢 那就是這個頻率 不是頻率 這個 EZ對Z的這個導函數啊 在Z等於0跟Z等於低的時候 要等於0了 好 於是我們就把這個 等於 這個 就是總電場 總電場 對Z的偏微分 負的這邊 對Z的偏微分 我們就把它做偏微分一下 偏微分以後呢 我們把共同項提出來 你看它 因為我們假定裡頭的界電值啊 是 無耗損的 所以 Gamma等於 J Beta 等於JBeta 它做一次微分就有個 負JBeta 這一項就有一個 正的JBeta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 它是 只是 微分而已喔 還沒有把這兩個 邊界 帶進去喔 如果 好 這個微分在Z等於0的地方 Z等於0的地方 就是這個 Exponential 像全部變成1了 那 JBeta呢 可以提出來 對不對 它就變成這個 變成這個樣子 好 這個要等於0 配向等於0 你就解除 喔 原來啊 E0- 要等於E0- 然後再帶這個邊界 這個邊界帶進去 這個沒有消掉啊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E0- 等於E0- 所以我們就把E0- 也改成E0- 把它提出來了 這個還是有 裡頭就變成 負的這個 正的 好 那麼 當這個等於0的時候 那我們就知道 你可以把這個變成什麼 這個變成負2j 這個變成負2j sin負2j 負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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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它等於0的話 一定是這個等於0 好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那一定是什麼 那麼 sin負2j 負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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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3 於是我們就把這個 帶到這個裡頭去了 它原來是這個樣子 這個加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麼 我們現在 把這個 因為這個是 這個加起來sin 越到了 就兩倍的cos 然後β就用這個帶 所以 Ez 這個時候Ez 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Ez 這個amplitude是等於兩倍的 E0 plus 最大的正負 好 這個是 我們看的Ez 它一共有六個分量 我們一個一個分量來看 一個一個分量來看 我們現在看tmpl 裡面的x分量 磁場的x分量 這是電場還是磁場 應該是電場嗎 這是電場嗎 這寫錯了 電場 電場的x分量 我們假設它 我們假設它 正x方向傳播的是這個 它這裡是 它這裡是 exponential E0 plus 是假設 它是 exponential 現在我們帶到邊界條件裡面去 你看 x分量 在 這兩個變 就是z等於0 跟z等於d來講 x分量是切線還是垂線 應該是切線分量 對不對 它的切線分量要等於0 那就直接等於0 直接這個等於0 就好 x z等於0的地方 跟z等於d的地方 這兩個導體表面 這兩個分量都等於0 那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 把這個 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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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它的 合成波 合成波 這兩個加起來 就變成這樣子 z等於0的地方 因為z等於0等於0 對不對 好 那就是 這個都等於1 1 10 plus 加10 minus 等於0 所以這個時候 10 minus 要等於 負10 plus OK 好 那這個 那 d的時候 z等於d的時候 這兩個 我們就要用這個帶 不等於0 那這個時候 不過這個時候 你要把 10 minus 等於負10 plus 把這個 把這個 提出來 OK 這個 一加起來 你看 這個 加這個 是等於什麼 也是等於負2 加3 負2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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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2 3 3 0 1 2 0 1 2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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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回去 打一打看 打一打看 然後還有這個 Y分量 電廠的Y分量 Y分量對這個 我們還是假設 朝正方向傳播的 正幅是這個 副方向傳播的正幅是這個 然後合成波是這個 然後它的邊界條件還是一樣 切線分量等於0 那 EY跟E EY Y方向的分量 對Z等於0跟Z等於D兩個金屬板來說呢 它就是切線分量 因此就是這個切線分量 直接等於0就好了 等於0 那於是這個 導出來是這個樣子 這個其實跟我們上一次是一樣 跟前面那個 導出來的程序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不多講了 因為這個 佔太多的篇幅 我只是介紹一下我們起初要怎麼做而已 然後我們就看TM波的磁場 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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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分量 X分量 對Z等於0跟Z等於D兩個平面來說是切線分量 OK 好 是切線分量 那麼 那我們導出來的最後是合成波是這個 那現在就要用邊界條件 特別注意邊界條件 這個 你導的出來 導不出來就主要看你懂不懂的邊界條件 在導體表面 總磁場 這怎麼會有一個耳呢 這個耳跟這個點都不要 總磁場的切線分量有最大值 切線分量有最大值的話 那就表示 HX對Z的導函數 就是HX對Z所畫的曲線 它的導函數在這兩個 導體表面要等於0 所以你這個 這個 回去把這個東西 要把它想透 OK 想透了以後 這些都沒有問題了 然後呢 我們就 等於0 對不對 就是說把這個 帶到這個四字裡面 應該是上面四字帶到這裡 有這個值 然後 最後就 我這裡也是跳得蠻快的 但是我假意上可能寫得比較清楚 TN波的Y分量 現在看Y分量 這都一樣 這個程序都一樣 我只是把這一部分講一下 然後長方形波島中 TN波的Y分量 我們假設 朝正方向傳播的政府 跟副方向傳播的政府 然後合成波是這個 然後現在因為Y分量 對Z等於0 跟Z等於D兩個面來說呢 也是切線分量 對不對 所以切線分量有最大 切線分量最大值 就是 那就要這個 這個 它的斜率要等於0 斜率要等於0 斜率等於 把這個帶上去 同樣得到這個結果 同樣得到這個結果 那各位就自己去把這個算一下 因為都千篇一律了 都一樣的 把這個 以上我們算出來以後 我把六個 六個 廠分量寫出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值 然後它裡面的h 平方呢 是等於mπ over a 的平方 加上mπ over b的平方 OK 這樣子 好 下標 m,n,p 都是整數 分別表示 空腔內 在xyz這些方向上面 各方向上面 它有半波長的數字 半波長有幾個 好 向常數 向常數是這個 OK 那我們β在這裡是等於這個值啊 所以我們就有 這個 根號等於這一邊的 然後把這個 兩端平方一下 可以畫成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 共振頻率 角頻率 角頻率 這個是 這個模式的 MNNP模式的 共振頻率 OK 好 從這個 以上 矩形 共振空腔的 電磁場 各分量的 函數來看 中向電磁場 與橫向電磁場間 的時間相位 都相同 而 與橫向磁場的 時間相 這橫向電磁場 中向電磁場 跟橫向電磁場 它的相位相同 跟橫向電磁場 跟橫向磁場的相位呢 有90度的相位差 所以 它的時間平均的 pointing相量 就是 平均的 power density 與時間的平均功率 在任何方向上面 都是零 都是零 因為它有一個 H長 相位有差個90度 因為你S是等於什麼 是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real e cross h star e cross h star 好 那麼 這個時候 啊 那麼 因為它 它之間的相位 我們來看看這個相位 H 你看 H 如果朝Z方向傳播的話 它的power density E E X EX CROSS HY 的 STAR HY的STAR 那麼 這個 CROSS 這個STAR 這個STAR 這個就變成符號 就變成 反正就是一個 有J的 一個 這裡沒有J 最後裡頭呢 因為它是CROSS 相乘 它都是有J啊 你取real的話 那就是零了 對不對 取real的話 就是零了 是這樣子的 矩形波導 tm 這個是 我們講矩形波導 它橫向電場 與各橫向磁場 時間相位 時間相位相同 時間相位相同的話 時間 exponential J βt 那一項 都一樣 所以你 你一個取正 一個x 取正 一個取負的話 這個時間 本來就沒有了 OK 好 那麼 嬰兒 在這個 傳播方向上面 產生時間的 平均功率 平均功率 因為它這個 時間相位 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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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你在tm波裡面 它有功率的流動 要不然它 它用這個幹什麼 它沒有功率流動 那怎麼辦 那t 在這個 tm np 這個 共振空箱裡面 因為它 前面兩面 都堵住了 它自然在裡面 形成鑄波 所以它的功率 就不會傳播 實際上是這個樣子的 好 我們現在看 t1模式 t1模式 我們也是從矩形波導中 t1模式 矩形波導的t1模 t1mode 它的六個分量 拿出來看 首先我們看z分量 h廠的z分量 假設槽 這個書上也是沒有 我推導的 那麼 各位回去要自己再推導一遍 假設 這個是正幅 這個朝正方向傳播的 從-z方向傳播的正幅是h0-的 加起來就是合成波 合成波 合成波 好 那麼它的邊界條件 我現在這裡就寫得很簡單了 hz 對這個z等於0跟z等於d 的面來說是垂直分量還是平行分量 還是切線分量 是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的話呢 要等於0喔 磁場是垂直分量等於0喔 切線分量最大喔 因為這個就是垂直分量 所以直接就把這個等於0就好了 比如說 z等於0的地方 得這個式子 那我們就得h0-的 等於-h0正的 然後d帶進去就有 這一項出來 那現在當然已經把 h0-已經代成h0- 那就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的話呢 這個等於0的話呢 那麼 就是sinbd等於0阿 還是得這個東西阿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帶回原來這個式子 帶回原來這個式子 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把beta等於ppi over d 帶到這裡來 所以就變成這樣 那麼我們把-2jh0 plus 讓它等於h0 那這個是hz 那麼再看其他的分量 它電廠的h 電廠的x分量 假設 這個 朝正方向傳播的 ampli就是這個 朝副方向傳播的ampli就是這個 合成波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把它寫在一起 加起來 加起來 現在這個 這個 等於這個 這個 這是合成波 現在我們把這個 邊界條件帶進去 z等於0的地方 那就是 h0 plus 加h0 minus等於0 所以h0 minus等於-h0 plus OK 然後啊 在d的地方呢 那就是 這一項等於0 這一項等於0 因為它有 這個加這個 這個跳得太快了 這個已經把它 變成負的這個 就變成這個樣子 於是這個分量呢 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然後把beta帶到這裡頭來 所以你看看 我們得出來的h0 最後都是這個東西 都是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 過程都一樣了 所以我們就很快的講 好 矩形波動中 電場的y方向 電場的y方向 對這個z等於0 跟z等於d 兩個平面來講 也是垂直分量啊 所以也是0啊 所以也是0啊 它也是 也是這個 這個等於0跟這個等於0 按照這個程序呢 我們也可以得到 EYXYZ 是等於這一項 你把這個beta帶進來 然後這個地方的h0 就是-2jh0 plus 好 這個地方 時場 時場的x分量 剛剛是 剛剛這個是電場 電場它是 切線分量 對z來講是切線分量嘛 切線分量是等於0嘛 直接等於0嘛 那h呢 h的切線分量呢 是最大值 h的切線分量是最大值喔 最大值我們就是說 hx對z做偏微分 hx對z做偏微分 等於0 這才是最大值 對不對 最大值 然後把這個 由這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都等於0 我們就可以得到 得到 得到這個值 h0 minus h0 plus 然後beta等於p pi over b 然後 這個都一模一樣 推導的方式都一模一樣 我們就 不仔細講了 我只把這個邊界條件講一下 哈 磁場的Y方向也是一樣啊 所以這個 z等於0跟z等於d 兩個 導體板的表面來說呢 都是垂直分量 就是分量 就是導函數等於0 導函數等於0 然後呢 把這個帶進去 最後的這個結果 我這就不仔細講 哈 那我們導出這六個 六個東西 我講義上都寫得很清楚 各位可以去 可以仔細的看看這個 看看這個講義 好 底下就要介紹這個 凡具有相同共振頻率的模式 稱為減病模式 叫Degenerate Mode 就是說這個時候 MMP啊 MMP 它可能啊 它的下標 你看 TEMMP中 如果下標 它未出現0值的時候 常常有減病狀態 減病就是好幾個 好幾個狀態 MMP 雖然不一樣 但是它能量都一樣 就是減病狀態 OK 好 這裡來介紹 空振空腔 與波島中的特地模式 怎麼產生呢 就可以 藉著激發相同頻率的電磁波 頻率 跟那個一樣的頻率 進入同軸電纜線 連接著碳針 我們前面不是說 有一個是碳針嗎 或者是loop的天線 放在空腔某一個適當的地方 也就是說 放在空腔 波島 或者波島中 電場或者磁場最大的地方 現在以A x B x C A x B x C A x B x C 公正空腔的模式來看 那麼它只有三個模式 有漏掉的齁 T 1 1 0 1 對不對 應該是 要不然它怎麼只剩三個 這裡漏掉了 T 1 1 0 1 T 1 1 好 那麼它只剩下這三個 三個模式 這三個模式 此模式可以借以下的放發於乳肌膀 將探針插入 上方或者下方導體皮面的正中央 E y 有最大值的地方 把它弄掉 然後 就像這個說是 它要把E y 有最大值的地方 下方導體皮面的正中央 或者將線圈天線接輪在前方 或者後方 裡面 H x H x 有最大值的地方 這個 放這個 就是告訴我們 你這個探針 或者這個loop 要放在哪裡 那麼 15 21 否則 置放探針或者線圈的最佳位置 受微波電路 主抗 匹配 條件的影響 你這個位置 要怎麼弄 要看看它 要看看它這個 要臨時看 看你這個 泄露 疲憊的條件是什麼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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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